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e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8月2号 周五晚上的8点35分 美国7月的非农就业报告表现非常的疲软 引发了大规模的避险情绪 那么今天呢 非农非但没有帮助标普重新反弹 反而是狠狠的踩上一脚加上补上一刀啊 四大指数今天是连续第二天暴跌 今天罗素的跌幅最大 纳指次之 标普呢是确认破位 那么咱们今天呢 首先看一下指数的进展啊 先说一下标普啊 等会儿呢 还会说一说关于像SPY QQQI WM SOXX 他们有可能在什么地方指跌 我们看一下标普的月线级别的走势 标普在7月份的月线收线的时候呢 RSI这边是一个很明显的顶背离 那么进入8月份 现在是连续跌了两个交易日 正在修复的路上 但是这个跌幅很显然还不足以修复这个顶背离 还需要再跌一些才能完成修复 而且从8月来看呢 现在才过了两天 时间还很长 最终呢 如果想修复 8月的收线位置不能太高 不然顶背离的这个雷呢 8月份就没办法修复了 它在未来还是会以月为单位下跌 那么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 8月和9月是标普一年平均回报最差的两个月 所以要么这两个月啊 就是无论是哪个月进行修复啊 其实呢 都是合理的啊 大家呢 也要接受月线级别下跌的这么一个潜在的事实 早修复 早完事啊 早早的重新起稳 重回上涨 其实对于远期来讲是一个好事啊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关于像一些重要的指数的这个可能潜在的止跌位置啊 咱们挨个来讲 先说一下标普 那么标普大概会在哪里止跌呢 下面的这两个强支撑啊 今天收线收到了532又是跌破了一个中等的支撑位置 而且是跳空下来的 这个很显然 上方的这个上轮趋势线是确认破位的 那么下方的528到531 以及504到524 这两个地方都是指数长线上车的机会啊 这个回调 大家不是等了很久了吗 这不是眨眼就到 对吧 特别是505到524 我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状况以及降息的预期来看 这个位置 505到524跌破的概率不大啊 这是目前我对于标普的判断 好 那么QQQ这边怎么看呢 QQ下方的这两个强支撑实际上今天已经是达到了第一个位置 436到447以及418到428这两个地方 那么是潜在的止跌的位置啊 也是本轮回调之后 那么预期呢想长线上车 QQQ的朋友呢 预计要去考虑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418到428呀 QQQ这边是不能够跌破的啊 跌破之后呢 那么预示着会有更大的风险会出现 很有可能呢 标普刚才讲的这个位置就守不住啊 就是505这个位置守不住 所以呢 QQQ这边啊 咱们呢暂时也只看到418到428啊 是他目前这一轮回撤暂时的一个最大的跌幅啊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咱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啊 因为这个经济数据后面怎么修正 你现在是不知道的对吧 有一点这个黑箱的意思了啊 但总之呢 这两个地方是暂时比较不错的长线机会啊 大家呢自己去把握一下 在未来两个星期的这个行情走势 好 来说一下IWM 罗素这边的情况呢 还是按照预期在发展啊 228没上工 没过去 没有进入右侧 现在又一口气被打了回来 又跑到了208块钱啊 这个是今天收线208.92 那么这个地方呢 看法不变 仍旧是204到228的这个震荡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 一旦上去过228 那就是右侧大上行 如果跌破204 就会回到重心靠下的192到200 192如果都跌破了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非常的差 可能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重大的问题 那么上工机会消失 那么整个的市场呢 IWM就会走一个大的空头趋势啊 但现在离得还远 才刚刚到204到228 把它看成震荡的下沿对待 好 来说一下SOXX 昨天呢因为节目讲的比较快啊 好像是我有口误啊 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都跟我指出来了 今天我补充一下说清楚一点啊 SOXX在破位202之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支撑 今天是直接跳空下去 再次确认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破位走势 那么破位之后下看200附近 具体的位置就是在198到206这个地方 198到206的这个强支撑区域 也是前期这个大的头部的下沿的附近 那么这个地方有暂时止跌的希望 实际上今天收盘价就是收到了206块钱左右 所以呢下个星期如果你看到扎一下 然后半导体有所反弹 也不要觉得奇怪啊 这个地方呢是半导体阶段性 阶段性潜在的暂时有希望止跌的位置 那么本轮半导体还能跌多少 其实就取决于这个位置 能不能守得住 守不住就是阶段底部啊 阶段底部半导体就已经到来了 然后再去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 因为上方220到227不是跌破了吗 跌破之后就变成198到227的震荡蓄力横盘 然后呢回头再去寻找新的上攻方向和炒作的这个话题啊 所以198到206这个地方 大家仔细的盯着啊 下个星期未来的两个星期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它就会开启一个新的下跌趋势啊 那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空头的走势了 它会直接一口气下看到191的下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还跌破了 180到190的地方还跌破了啊 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那就更会看得多了 看到174级下方 好吧 所以暂时先不要看那么多 但是呢 先把新放到198到206看看它的买盘情况 止跌力度啊 这个地方存在潜在的阶段底部的可能性啊 SOXX 好 然后呢还说一个关于国债啊 国债因为最近没怎么讲 就是这个TLT这边 TLT这边呢是连续干拔对吧 因为降息预期现在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经济数据支持降息 那么TLT这边的情况呢是 整个的这个 我先说一下它的大概念啊 很多朋友呢 想知道TLT最终的涨幅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之前给过大家跌幅啊 就是跌幅要取决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它决定了TLT的走势 那么分别是4.7对吧 这个作为一个关卡啊 4.85等等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下线的一个走势 价格在哪里 那么上线这边呢 我要说明一下的是 由于美联储的降息幅度 还有远期通胀的预期 以及国债增发的力度 现在呢是不确定的啊 特别是Trump这边 如果他上来之后 他其实对于整个的债务 他更加的宽松啊 所以有可能国债还会增发啊 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嘛 因为谁获胜都不知道啊 所以这三个呃这个变量呢 是为影响到TLT的一个上限的 这是影响TLT价格的最主要的因素 TLT啊 那么这个债券的ETF呢 其实最主要是取决于基本面 而不是技术面啊 当然 现在基本面这边既然有一些变数 那么我就把它的技术面 作为一个辅助的指标提供给大家 那么TLT这边呢是93到97 跌破之后会重回空投趋势啊 会走空投趋势会下跌 那么这个地方 上方现在上攻的位置 99到109突破之后 他会直接上看 115到120块钱的目标 那么115到120突破之后 直接上看 130到138的目标 这是技术性的辅助啊 这个咱们说了 TLT主要取决于基本面 技术性只是辅助啊 大家呢 把它当成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TLT 开篇呢 我把重要的一些指数给大家讲完 也是呢 希望给大家能够吃磕定心玩啊 因为大家随着连续两天的下跌 之前的这种 一直持续看涨 每股不跌的这种信仰呢 似乎很多朋友又有所崩塌 其实不用一跌就恐慌 一涨呢 就特别自满 那市场总是这样的嘛 每一年超过5%左右的跌幅 有平均有3到4次 每一年标普跌10% 平均下来都有一次 所以是很正常的啊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 这种回调 这种走势 它不是什么天塌下来了不得的大事 好 那么讲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还是也来说一下 关于今天的非农数据啊 因为不能因为它差 就假装看不见嘛 还是说一说 说完之后 我会再补充讲解一些个股啊 包括像什么 英伟达 特斯拉 亚马逊 Meta在内的几个全重股 现在的现状 给大家过一下 还有呢 就是大家之前问的比较多的 我写在标题上的那些个股啊 给大家补一下作业 很多朋友也比较的关心 好 我们看一下非农啊 简单的过一过 非农就业人数呢 是从17.9万下调到了11.4万 那么这个是不及预期的17.5万 那么这个数据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数据 这个数据 大家记住啊 还有可能会下修 还有可能更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这个下修啊 已经是成为常态了 你看这个数据 其实之前是20.6 一口气修正到了17.6 而且在过去的6个月里边 有5个月的非农数据都是被下修的 所以凭空多出来的 看上去经济一片大好的就业岗位 正在随着Excel的修改 而逐渐的消失啊 那么失业率这边呢 是从意外的从4.1%大幅飙升至4.3% 这个是非常符合美联储设定的降息条件 他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如果就业啊 失业率意外走高 对吧 那么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了 现在呢 这个时机不刚刚好吗 对吧 这个正如美联储所料意外的走高了 那么劳动力市场呢 通过数据来看 是在正在恶化的 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 从34.3小时下降到了34.2个小时 参与率呢 从62.6上升到62.7 收入增长的月环比和年同比 分别下降至增长0.2%和3.6% 其实今天这个非农啊 是最大的变数是来自于利率市场 利率市场这边 今天是出现了重大的定价调整 昨天9月份 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给大家展示过只有22% 今天暴涨至69% 而且 24年全年降息现在是多少个基点呢 是115个基点 也就是超过4次25个基点的降息 接近5次降息 但大家想一想 24年只剩下三次一期会议 这个就意味着 9月 11月 12月 每次都会降息 而且有至少一个月市场会压注 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压注啊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的是 降息的压注啊 这个只是市场的看法 我们在金融投资中 每个人都可以有看法 但看法不代表事实 因为当客观条件改变的时候 是可以改变看法随时平仓的 比如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8月份的经济数据 就业数据突然间又好起来了呢 对吧 那个随着这个大选形势的变更 它又突然间好起来了呢 对吧 为啥不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嘛 所以4次降息的压注 它就会分批部分的去平仓 这个炒股炒股嘛 炒的是预期啊 预期如果发生改变的时候 要记得灵活的去调整 好 不过呢 这个经济数据走路啊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是事实 你包括今天有一个数据非常的差 6月份的工厂订单的环比 是暴跌了3.3% 这个是自疫情封锁以来 最大的环比降幅 而且呢 是拖累了订单同比下降了3.6% 这个也是灾难性的数据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跟大家说说个股啊 之前欠了不少的作业 因为时间做的太长 没法讲 那么今天给大家挨个的快速的补上 我会讲的比较快啊 因为东西比较的多 好 首先说一下这个SMCI SMCI呢 之前呢 其实咱们在财报之后呢 是做过一次基本面的 基本面啊 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啊 24年6月刚刚过完 470到705 不用看了 25年6月是590到885 那么它的财报是6号下个情形才发布 所以从基本面上来讲 它低于600的位置是涉嫌低估的 现在市价是624 但是呢 之前也给大家标识过这个地方 760到801 这个地方破位就走空头趋势了 那么它跌破之后 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好 今天呢 其实已经是来到了624块钱 在哪里呢 在517到590这个地方测试了一下 今天最低达到了582 下方这几个位置呢 我做了一些调整啊 稍微的做了一点点的更新 那么 它的位置600以下 既然是涉嫌低估 但是有一个风险是下个星期的财报 不知道怎么出啊 如果按照现在的预期去出呢 属于比较正常的 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 它在700多块钱的前瞻PE的情况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高 好吧 所以呢600以下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最近的517到590的 这个中等的宽幅的 这个中等支撑 那么看看有没有希望 成为它暂时的阶段性的底部 当然前提是财报不要出大的纰漏 如果能维持前瞻 其实也都差不多啊 也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大幅下调前瞻 那这个估值就要下调了 如果一口气调到了500附近 那可能就要看到 464到493了啊 但最近的这个走势呢 既然破位之后也别想太多 你肯定就要等财报 看它有没有更好的利好消息 帮助你去重新回到801块钱的上方 现在暂时破位之后 你没有走 现在你要去走的话 说实话已经有点晚 好 这个呢就是SMCI 看一下MU MU这支股票呢 之前在财报之后 我是做过非常细致的讲解的 包括它的基本面 技术面 以及我对它的看法是长线不太看好的 这个风险 当时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 现在呢我就不重复 我主要是讲它的技术面的情况 基本面由于25年8月是78到156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要按照理论上来看呢 它的估值仍有下幅的空间 对不对 还是有这个空间去下幅的 因为10到20倍 基于它现在的增速来看 目前还可以啊 好 那么下幅是不是一定要跌呢 暂时看这里 看81.2到87.8 这是属于墙支撑区域啊 这个区域呢 大家啊 还是要注意 这个地方也是潜在存在 有止跌的可能性的啊 因为马上就到了 没差几块钱了 再跌一点 打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然后呢增量上行 再收一个大阳线上去 就可以阶段性的在这里起稳 因为78是下线吧 对吧 78是下线吧 也太多了 也说不过去 你要跌到 这下方的这个超强位置 72.2的下方 那就涉嫌被低估了 那就低估了 好吧 所以这是美光后续可能存在的 这几个位置 上方107到113 这个地方之前也给过大家啊 这个不是新更新的 早就写在这里的 也讲过 破位下看97级下方 现在眨眼是已经到达了 好 另外呢台积电 台积电呢 是已经快到强支撑了啊 139到147 是它重要的一个 阶段性结构的分水 破位之后会走空 走空走到哪里 下看下方的 113124和98到105 直接把之前的涨幅全部吃光 所以呢 现在的业绩看起来呢 25年前瞻是122块钱 所以139到147是比较接近下线的 也有希望在这个地方直跌啊 暂时有希望还是在139到147这个区间 直跌的 所以呢 下个星期大家也去都会看到跌幅适度的放缓啊 反反弹呢 横横弹呢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啊 不要看到一口气跌太多 因为现在很多的股票都已经跌到了超卖啊 严重的超卖 这种严重的超卖 技术性是需要修复的 所以不能期待连续两天之后 过了一个周末 然后继续又是暴跌啊 大家看行情呢 一段段的看啊 慢慢的看 不要意思看那么多 好 然后SQ 财报我就不细说了啊 只是给大家更新一下 财报呢 基于20到30倍呢 是应该61到92 24年估值的下限 现在设价是60 25年呢 是80到120块钱 也就意味着呢 SQ低于60块钱呢 就涉嫌被低估 所以呢 现在的位置是 下方也是 同时到了关键的 技术性的支撑的关键位置啊 这是不能跌破的 跌破之后 还会大幅走空 55.2到60.3 这个地方 也符合前张固执下限 60块钱低估一点点的位置 所以SQ这边 你看今天的表现 其实还可以啊 没有随着市场大幅下挫 反而是低开之后 一个大的增量上行走上来 所以SQ这边 是有希望暂时在这个区域起稳 暂时可以起稳 但是呢 这个只是技术性的止跌 SQ想要大幅上涨 面临的困难非常的大 上方我给大家写了 都是强压力 62到65.4 66.1到70.2突破 才能确认止跌 74到80.7突破 才能进入右侧 它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SQ波段对待 波段对待 因为它的波段幅度 中间都特别的大 特别的宽 不要看它一下跑得太快 因为没有出重大利好的情况下 财报也只是平平的情况下呢 最多它不跌 已经算比较不错了 走走乒乓球的反弹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对吧 一点点的去磨 横盘一段时间 把筹码吸够了 未来呢 随着行情的好转 大势止跌 起稳之后 再去寻求上行 这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稳妥的看法 好 另外呢 还有波音 波音财报之后 是继续下调估值 这个地方 波音呢 在25年的前瞻 是85到115 仍旧是严重的高估 而且倍数并不低 而且呢 24年的前瞻 这个估值情况呢 由于EPS 已经被下调到了负EPS 所以我这里就不给出来了 所以基于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潜在的 在基本面上 有大幅下跌的风险 但是波音是波音呢 对吧 波音不是音波 它是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之重器 所以呢 你要说 它不抱团 或者说 它不被机构捏着 这个也说不过去 它确实是 波音这只股票 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么像这样 偏离基本面比较远的 怎么看待呢 你看看资金放不放 跑不跑 就看技术面 165到170亿 这里169块钱 169块钱 破位之后 一口气下看 142级下方 好吧 这是我对它的这个技术性的看法 破位之后代表资金逃跑了 要向均值回归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走势 希望它不要跌破165 跌破之后呢 你要做处理 还是以收盘价为准 我这里说的位置都是收盘价为准 好 另外呢 再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个持仓股 今天清仓了 也是符合了这个清仓条件 没辙 阿拉斯加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这边呢 我一直在等待它突破这个上行 下行趋势线的压制 试探之后呢 还是没有过掉40这个位置 所以 没办法 因为它这是个两头都有可能的走势 结果今天呢 选择了在经济数据变差 整个的经济有下行风险的情况下 航空股整体都表现不佳 不仅是阿拉斯加航空 几乎所有的航空股都遭遇到了重挫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由于经济前景比较黯淡 再加上 大家知道那天我们讲辉瑞的时候 这边也提过嘛 辉瑞说今年下半年 美国的这个疫情有可能反复嘛 所以他们还因此上调了 他们的新冠药物的销售预期 上调了5亿美金啊 所以呢这一块 航空这边也是遭遇到了一些挫折 那么这个地方破位之后 35.1 今天是已经在尾盘的时候 我看到是收复没有希望啊 所以今天在35.1跌破之后 均价34.6获利清仓 它的成本呢 由于之前我做过几次滚动 所以成本是在33.86 那么是一个小小的获利离场 暂时这一步做的不是很好啊 因为之前 其实错过了好几次的这个机会 还是呢目标 设定呢对于它的这个价格走势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那这种没办法 这个也不能说每一次都能够运气那么好 对吧 这一次呢就运气稍差啊 但是呢 还是一个小获利离场的状态啊 我这个暂时呢 我也就不再去碰航空股了啊 暂时跟大家讲清楚啊 航空股这边我不会再重新的又要找机会买回来 因为现在的基本面情况不太支持航空股这边去走一个大幅度的上行啊 好这是阿拉斯加航空啊清仓啊 另外呢和大家继续把其他的几个也给大家过一下啊 还有一个Coin这个Coinbase 这边的情况也是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技术面吧 因为它的业绩是极度不稳定的啊 我这边就不给大家去做估值了 好吧 不写估值了 主要是看技术面 技术面198到205之后破位会走空头 198现在还差了四五块钱 破位之后走空 下方的支撑离的都比较的远 大家自行关注啊 上方的就是强压力的位置 214 227 233 245 所以它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市场的焦头热情啊 市场牛市上行的时候 所有的券商性质的个股都会不错 市场熊市或者走暴跌 或者走横盘冷静横盘的时候 券商的业绩通常都不太好 所以他们的业绩呢 也是随着K线图起起伏伏啊 所以券商这边的业绩是不太好确定的 那么看技术面啊 就是一样呃 跌破之后代表大资金不想守了 不想守了你就别守了呗 这么思考就可以了啊 啊呃 然后把其他的几个权重 和大家赶紧过一下 亚马逊 呃亚马逊今天的收盘啊 是这个开盘开到哪里 开盘开到了166块钱啊 给大家写过 166到171 跌破之后短期注定 收盘收到多少了呢 收到了167块9 几乎开盘收盘 还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那么这种走势 并不是开盘之后直接破位啊 开盘之后没有破位 收盘也没有破位 所以呢 是属于比较中性的 仍旧属于守住了支撑 166到171的走势 没有破位啊 这是亚马逊 好吧 这个昨天的看法没有变化 它仍旧是有希望 在这个地方是跌的 因为下方今天非常大的 买单的成交量啊 把它拉起来 所以这一块大家要注意 跌破之后 短期陷入震荡 下方几个强制升的区间 就去走乒乓球航行了啊 箱体震荡了 那个地方就要走比较长的时间 好 呃另外META这边的情况 跟亚马逊几乎是一模一样 呃META的情况是486 之前不是高开到510上方了吗 它属于右侧突破 右侧突破如果跌破486 又会重新回到458到510的震荡区间 没有完全走空啊 只是失去了右侧的窗口期 但今天的开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到了489 在486的上方 今天的收盘价收到了488 也在486的上方 所以它的走势和亚马逊非常的像 它仍旧守住了486的支撑 仍旧有希望继续走上行 啊这个窗口还没有关闭 现在还露出小小的一点点缝啊 还有缝隙还有光亮 那么即便未来真的跌破486 关闭之后怎么看呢 看458到510的震荡区间 然后再去选择方向 是重回右侧 还是跌破458 做一个头跌到400下方啊 这是对于META的看法 好 苹果这边没什么可看的啊 苹果这边走横盘啊 横盘的话算是比较不错的啊 这个209不跌破的话 暂时还维持上方 跌破之后就做头 跌破之后209的话 我再给大家更新我的这个加仓的位置 英伟达啊 今天呢是收复了也比较多的跌幅啊 收到了107块钱 但是仍旧是在111.5的下方反弹对待 那么反弹呢 这个没有回到115.7的上方 不能确认止跌 回到115.7的上方 就进入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震荡在111.5到上方的125之间震荡啊 波段是一个暂时止跌的走势 突破125块钱才能重新回到右侧的上涨趋势之中 啊 这英伟达啊 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 那么下方我的这个加仓还是有机会能加得到的 好吧 目前的情况呢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ASOXX今天正好采现嘛 但是下方还有一点点空间 就看他愿不愿意往下再扎一针了啊 这个如果扎一针的话 我这个94到97.3加到的这个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好 AMD这边呢 今天是横盘啊 今天没动啊 跟昨天的看法一样 长线位置105到129 上方136到141是第一个 但是刚刚破位下方105到129是超强 也是长线位置 目前这个观点保持不变 AMD 好 然后特斯拉 特斯拉这边的情况是今天跌破了208 要逐渐的朝下沿靠拢 就是182到201 其实他这个地方就是很宽的 就是182到266就这么宽 之前有朋友老说这么宽 可能吗 其实你看这一个月的走势可不可能啊 非常可能啊 他的股性就是这样的 就是182到256 今天跌破208之后呢 跌到了这个下沿 但盘后收了 收上来啊 一点点 如果我们看到 下个星期开盘又开到208上方了 那这个208到223还有效啊 还有效 那还是看208到266的窄幅区间 跌破208 收盘跌破208之后 那么再看182到266的这个宽幅震荡区间 好吧 他也没有走空 他只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走势而已 好 微软 微软的情况呢 今天是跌了两个点 那么我这里是等着微软加仓的 还没有变化啊 这个地方呢 366到380仍有机会加到 2%的仓位 328到346呢 这个这个加到的概率相对较低一点点啊 但是366到380 我现在看起来呢 还是有较大的机会 应该是能加得上的啊 我继续等待 好 那谷歌这边呢 和之前的看法不变啊 这个呢 计划加仓是160级下方 我才会去加仓 好吗 这个地方因为跌破了175.5 技术性走弱 现在暂时只是中等支撑 小小的停止了一下 跌破165之后 很快就会看到 160下方的筹码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会考虑去加仓啊 160级下方 我会去加仓的 好不好 好 这是呢 几个大的权重 还有个股的走势 这个呢 就是今天快速的和大家 过一下所有的内容啊 尽管到了周末之前 那么节目呢 还是 跟大家慢慢的 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吧 时间比较长啊 请大家见谅啊 因为实在欠了太多的作业了 最近又是财报 又是行情的 没办法啊 咱们呢 就将就着忍受一下 多听一听吧 慢慢听啊 我尽量呢 今天其实语速讲的 也不是特别的快 好 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仍旧更新一下 关于会员节目的 这个走势问题啊 会员节目呢 这边还是更新 2024年7月29号 到8月2号的财报 那么这个财报呢 就是呃很多啊 有将近60多家重要公司 说一说他们的支撑点位啊 包括价值交易区间等等 好 如果呢 你加入了这个RINO达宜 这个级别呢 到了周日的时候 我会去更新一个这个帖子啊 就是达宜帖 如果你有问题 每天都欢迎在里边留言 每天我都会抽空回答 为什么每周要更新一个呢 因为这个油管呢 它是没有这个制顶铁的功能的啊 所以经常我会发别的帖子 就把这个达宜帖子顶下去了 顶下去了以后 再加上有各种各样 以前荣余的旧的信息 怕大家呢 有一些误解啊 所以我每个星期会发一个新的 但是每一天你都可以提问啊 我都会抽空回答 但是周末的时候 呃 我会稍微晚一点 可能要攒到美东的周日的下午 或者晚上 我才能一起回答了啊 因为周末的时候 我也会休息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内容的解读 呃 市场已经下跌了啊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常心对待 做好该加仓加仓的准备 那么做好呢 之前你要没减仓的 现在再去减呢 有一些已经是有一点来不及啊 因为我减仓 大家看节目都知道 我之前是已经连续陆续的在减仓的 今天是这个清仓阿拉斯加航空 是因为按照计划 它也破位了啊 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啊 所以只要制定好计划 按照计划去执行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对吧 交给时间 耐心等待就好 好 那今天节目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非常感谢大家昨天的这个咖啡的赞助 还有给这个赞助这个点赞的朋友们啊 即便什么都没干的 你过来看节目 也很感谢大家啊 持续的和我呢 这个陪伴 希望大家以后呢 我们还是能够长期的 呃 一起战斗啊 穿越牛熊 呃 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呃